大家下午好 香港朋友声音不够洪亮 底气不足 光听到你们的老师喊了一声好 别的声音都被他盖住了 咱们再重新来一遍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好不好 咱们香港就好了 只要你们大声的喊在香港一定会好 今天我们是在诸位大菩萨的用户下 我们办一场特殊的法会 这次法会是几个法会联合在一起的 一个是大圆满法会 我们在香港 大概今天还有六七百人 在那边举行一场圣诞的法会 本来这个法会我们是准备在香港做的 那么现在转移在澳门做 但是火供 我们还是在这个 五方佛的火供 还是在我们香港做 另外一场法会呢 是中原法会 这个中原节 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 所以待会我会讲一下中原节的这个来历 那么还有一场殊胜的法会 叫于兰盆会 于兰盆会呢是源自佛教的一场盛大的 在7月15日举行的一场大型法会 那么待会来历呢 我们通过佛说于兰盆经的简要解读 然后让大家知道它的元气 这个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红牌黄牌 我们介入这个这次的法会呢 做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超度亡灵 这亡灵包括了我们过去的七世父母 包括了我们这个今生父母的这个九族 往上通过父母往上属九代人 你的这个爷爷太爷爷一直往上 包括你的外公太外公往上 那么就父系母系中公九族 为什么要做九族超度 那么待会我也给大家简要的汇报一下 那么还有过去七世父母 今天人不相信人死后有生死轮回 那么我到了南洋以后 我以为咱们香港人啊台湾人啊 这个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这些 你们不在中国大陆的人 应该是坚定的有神论者 后来我发现到了南洋以后 发现你们比中国人还糟糕 中国大陆还糟糕 中国大陆是直接说我是无神论 你们是说我是信 但是我又不信 说有没有 没有 但是为什么要做 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样做 我就照着做 这个心倒挺好的 信不信不相信有 那你也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这个不能怪大家 就是说教育出了问题 什么教育出了问题 就是大科学 大唯物主义的教育出了问题 大家知道现在你们所说的唯物主义是什么呢 唯物主义就是说我看得见 我听得见 科学一切可以给我展现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信 眼见为实 耳听还都是虚的 听人家说还是虚假的 我要非得亲眼看见 你说有佛菩萨 你拿来我看看 你说有鬼神 你拿来我看看 你拿来我看看 你用电影把它照出来 照相机给照出来 那我就相信了 仪器能够测出来 我就相信了 那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教育 在这个通识教育方面 我们之前的教育落后了 那么我们最近的科学 这个研究 科学家们为这个 我们这个人类啊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哪里呢 就是量子科学的这个发展 量子科学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听说 有没有听说过的 这个量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物质的最小的颗粒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再往下分了 它就是最小最小最小 到它再没办法分解了 那这就是叫量子 量子简称为量子 实际它叫能量子 能量子 也就是一切物质 我们这个人 人你是从哪里开始的 那你是从最开始的一个量子开始的 一个点开始的 那个是什么多大的点 所以说我们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就是你头发丝 够细了吧 它的百万分之一的 那么小的一个量子 它叫光子 我们人是从那个地方开始诞生的 所以古人用了一点灵光 我们忽略了这个 在中文里不是一点 几点钟了 十点 九点 但是古人这个点呢 点字 它还有个发音叫一点 点 这个发音 一点 点 是什么意思 那针尖上的那个一个点 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尖 一个很小的一个物 是一点灵光 我们今天终于知道 它有多大呢 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所以我们的一点灵光 就是一粒光子 一粒光子 这一粒光子上面附着了什么 我们人类才诞生呢 一粒光子上面附着了 父的基因 母的基因 也就是我们的父母 在恩爱的时候 产生了阴和阳的冲动 阳来自父 阴来自母 所以父的阳和母的阴结合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形成了蓝细胞 就是受精蓝细胞 受精蓝细胞 他中心的那个心 和心 这个我们今天的发音 咱们香港跟海外好 比海外好一点 你像在南洋 根本他分不出 这个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我们说心脏的心 是不是那个和心的心 你们也念和心领导力 对吧 不对 他叫和心领导力 是和心是什么 和心是那个心里面的那个中央 最中央的那个点 叫心 叫和 你们知道原子和吧 原子和 它叫和心 它不叫和心 所以这些我是学中文的 会咬文绝字 但是这一说和心领导力 跟和心 这个概念完全不同了 和心就是一个点 那么今天我们说那个心 就是一点灵光 它是我们的真心 在我们没有形成任何意识之前 那个就是我们的本灵 就是本灵 这个本灵呢 它近虚空变法界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能看到老师 那老师跟你们中间有什么 是不是 没有东西挡 如果有一面墙 或有个布帘一拉 你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你 这个中间有障碍了 那么在我们众生界叫业障了 咱俩中间有业障了 你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你 这个业是什么 一堵墙 业是一个窗帘 那么就把我们中间隔开了 中间隔开了 我们人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粉丝 我们需要别人对我们的爱 我们需要别人对我们的支撑 支撑 支撑 所以当我们和这些人隔合了 隔开了 因为业 因为一个窗帘 因为一堵墙 我们障碍了 彼此之间不能够相交 不能够很好的交流 用眼神互动 用声音来互动 那么我们中间就 虽然是你在隔壁 我在这个房间 咱俩如隔万重大山 隔万重大山我也看不见你 隔着一堵墙 你也看不见我 我也看不见你 说这近在之尺之间 实际远如重阳那么遥远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今天量子科学的 说时空穿越 你在隔壁跟你在千里之外 咱俩实际上没什么区别 因为你在隔壁你也看不见我 我在这边也一堵墙之腰 我们俩彼此不见 那跟千里之腰你看不见我 实际上一个概念 就是这么一堵墙 就是这么一个帐 阻断了我们的交往 不是只有距离 实际上任何的障碍 那哪怕你弄一个树叶子 把自己一挡 叫一叶张墓什么 不见太山 就这么一点张 就让你在面前一座大山 你也看不见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因为很小 你是一个点 你自己真正的那个我是一个点 这个点在哪 在你的心间 心在哪 所以说我们的心不是意识心 意识心可以到处都在 我在长城 我在美国 我在爱菲尔铁塔 我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个不是你 这是你的意识作用 我想起了法国巴黎 我想起了爱菲尔铁塔 我想起了中国的长城 那这个叫意识心 这是你的思维 这不是你的心 心它在本位 是法 俱法位 它永远在本位 它不离开你 如果心离开你 只有一个结果 你会变成一具尸体 它就真的离开你了 如果你活着 你的心 就在你的心 那个地方 它在哪呢 是在我们头顶 往下量 量到脚心 脚底你站起来 那个身高中央的那个点 身高中央的那个点 说是上下的中央 前后的中央 左右的中央 这个在这个中央一点 那古人发现在真意之处 在黄庭有一个小黄点 那这个黄点 就不死明点 是你的真心本位处 所以叫是法俱法位 也就是说你什么时间 如果你能够随时随地 启用这个真心 你自己的真正的中央中 心中心 这个心的话 那你就安具本位 也就是你是你了 否则你不是你了 为什么你不是你 你是头上的你了 你的心跑到头上去了 你是脚下的你了 你的心跑到脚下去了 你心跑到长城了 那你就跑到长城去了 你已经离开本位了 本位心它不动 所以是你跑了它不动 你们俩分开了 分开了张住了 所以是你见不到自己的本心了 你见不到自己本心了 所以我们因为什么 见不到自己的本心呢 因为五种东西 五种东西是什么 佛法里面把它总结得很清楚 就是五个盖头布 你们知道 这个宝瓶上面有个盖头布 你看不到瓶口 看不到瓶身 我们新娘娶新娘 现在好 先谈恋爱 或者同居 然后咱俩再结婚 那老辈子就是 新娘你没看见 不让你看 对吧 通过没人介绍了以后 你娶到家里 是弄个盖头布盖着 那是丑是美 接了盖头才知道的 这个叫盖头 这个盖头呢 古人叫五盖 五盖 就是你的心和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老是往外跑 找不到自己的本位心 是由什么原因 因为你的心被盖头布盖住了 盖住了 那个总共是五块布盖住的 所以第一块布是被色盖住了 这个色不是男女色 一提到色 说这个人好色 好色就是那个不正经 实际上 你喜欢ELEV包 你也是个好色之徒 你喜欢什么什么手表 瑞士雷达手表 你也是好色之徒 所有的色是什么 所有的色就是物质 都叫色 你不喜欢男女情爱 你喜欢那个什么画商品 你喜欢各种的物质的追求 那这都是好色之徒 所以大家把这个色法要清楚 那么我们因为追求那个东西 所以你的心被这个东西牵跑了 它就像一个盖头布一样 把你的心给丢了 盖住了 叫五盖之一的色法 叫色 所以盖到哪里去 你们到商场 女孩子看到那些名牌包包 漂亮衣服 那个眼睛 啪就到包上去了 然后砰摔了一跤 为什么 有个楼梯你没看见 你到哪里去 你忘了我了 你变那包了 你跟那个包用成一天 男的看见美女 就撞天线杆子了 对吧 他也犯错我 他的心跑到色上面去了 他就盖住了 盖住了 张了自己的心 你忘了自己的心了 忘了我是谁了 所以这是色法 还有感受 绝授 我有喜乐的绝授 我有痛苦的绝授 你生病躺在床上 咿呀呀的叫唤 那个时候 你也丢失了自己是谁 因为疼的是你的身体 实际上你那个如如不动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长 他不动 他叫不死明点 他也叫不动明点 所以他不是那个觉知 疼是你的身体 所以这个叫受 觉受 我因为欢喜 我忘我了 我因为这个痛苦 我忘我了 所以这个觉受呢 这个会使你迷失自我 所以这是受 还有你老是想问题 想着想着掉下水道去了 走着路 这个想着想着掉下水道去了 这个叫什么 想障碍了 还有你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是正确的 认知是正确的 顽固执着自己的知见 这个叫使障 认识上的障碍 认识上的障碍 就刚才大家说 到底有鬼没鬼啊 是没鬼 你怎么知道没鬼啊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都是这么教育我 我学校里不讲这个 我到了社会里也不讲这个 我们年轻人都不讲这个 只有爷爷奶奶 他们才讲老古董老迷信了 所以你开始受到的教育 接触的社会教育 90%里面是不讲这个东西的 所以你的实障 你的认知 你的意识障碍了你自己 这个叫实障 还有这个行云 行云是什么 叫潜意识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到大海 看到那个海是平平的 安静的 实际上在大海的身底下的 深海里面 它有潜流 就是有一种水流急速的在流动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 这个意识里面 这个叫行云 行云就是什么 就叫潜意识 深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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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不静下来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的 相信我们RAO这个老师呢 他也教过你们禅坐 禅坐呢 很多人不禅修很好 一禅修 一打坐 一冥想 哎呦我怎么这么多想法出来 怎么这么乱 心里怎么这么乱 我怎么越做越乱 实际不是 你不做的时候 你是表面乱 表面有一个流 你坐了的时候 表面静下来 你会发现深层 那个快速流动的潜意识在流 为什么会有潜意识 你这一生的所有的记忆 禀名为丢 为什么这是物理学中所说的 能量守恒 物质不灭 你经历的东西 你记忆的东西 它在时间和空间上 是处于永恒存在的 这就是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这是一种物理学 那么你今生所有的 从开始 开始记事 到现在所有的东西 在哪里 都压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就是深层意识的 大脑的深层里面 表面上你出来的 都是这几天的事 潜 潜表意识 就是前后的潜 那个是潜在的 潜水停的 潜水下去的那个潜 那么这个意识呢 里面还有什么 就是你假如有过去生 因为现在不好跟你们辩论 到底有没有过去世 假如有过去世 你已经有很多世了 你在明朝可能是个公主 你在唐朝可能是一个皇妃 你在什么什么朝 你可能是一个农村妇女 你这个 你这个 我们说无始节生死轮回 我们别说无始节 你就一千年的生死轮回吧 一百岁为一世 实际古人五十岁 平均寿命短 五十岁为一世 那么你这个 一千年 你也晃荡了二十辈子了 对吧 你也晃荡了二十辈子 这二十辈子 你每一辈子的记忆 是海量记忆 但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海量记忆 实际上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DNA DNA是一个 就是我们叫像云端一样的储存器 以前大家对DNA认知的是什么 DNA里面很多是垃圾DNA 就是没有用的 现在才知道那个垃圾DNA 它不是垃圾 它原来是一个像虚空一样广大的云端库 它把你这个过去七世父母 还有你自己的过去七世七生的记忆 还有你父母的这个九族 从父母上去的九族的所有的记忆 都通过DNA作为载体 作为云端 给你存在你的生命中 那这个它就形成了一种行云 行云就是什么 潜意识 就是说 为什么爱因斯坦 为什么这些大科学家 他完全不是通过逻辑思维做科学发明的 他的东西都是一蹦蹦出来的 一蹦蹦出来 一蹦蹦出来 是这个一蹦从哪里蹦出来 它是从你的行云中潜在意识中 深层的潜意识中蹦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有潜意识开发 有灵感开发 但是这是不是究竟 这也不是究竟 为什么不是究竟 您要做心灵的开发 因为心是真主人 这些只不过是心的作用 心在第八意识库中 记忆体中 它是拿你过去生的东西过来 所以是一个人可以无中生有的 产生很多的念头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心把它拿出来给你看的 你可以左思右想 这是你的心 只会大脑左思右想的 说不是老师 我们学的是大脑本有的功能 死人有没有大脑啊 死人也有大脑 他会不会左思右想啊 不会啊 那就证明它不是大脑本有的功能 脑只是一个工具 就像这个计三计 没有人操作 他是个死的 人操作了 他有主人了 他就活了 大脑要有个主人去操作它 这个操作大脑的主人叫心 叫心 所以你的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是心的功能 在大脑行使的功能 并不是心本体 你的惯性意识 四川人喜欢吃辣椒 山东人喜欢吃咸鱼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一生养成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不是你本身的东西 不是 它是你的心受环境的熏染 染成的惯性 山东人跑四川 从小爸妈带着去四川 在四川长大 他也会吃麻辣烫 会吃麻辣火锅了 不辣不吃饭 那四川人被父母带到山东了 没有那个环境 他也就开始吃山东咸鱼了 这个惯性是可以改变的 是熏染出来的 是心受着熏染 心外层有一种惯性力 你不加思考的时候 它第一念出来的就是前表意识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往往是被这五种东西 误以为是我牵着走了 丢失了心本位 心本位那个真心 那一个点儿 那个明光是我 染在这个明光外面的色 受、想、行、始、无云 都是障碍 这个障碍使我们失去了和众生的纠缠 这个在今天的量子科学中叫量子纠缠 为什么失去了量子纠缠 刚才讲了 因为这五个盖像五堵墙 我们虽然是在隔壁 我在这个房间 你在那个房间 你不见我 我不见你 这就障碍了 所以色受、想、行、始 使我们和众生界 使我们和空明的法界产生了障碍 我们就变小了 这个房间就把我给障碍住了 那个房间就把你给障碍住了 所以说我们被色、受、想、行、始 五个小房子关进去了 关进去了 我们以自己的色、受、想、行、始的惯性、力、爱好 然后变成了我要这样 我不要那样 我开始有分别 我开始有分别 刚才说你和我之间 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够看得到 因为这中间有明 透明的明 这个透明的明叫明体 咱们之间的明体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合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大家知道大海里的水吧 大海里的水 最小的单位是一个水分子 H2OE 大家学过化学 那么最小的单位是一个水分子 然后大海是怎么组合的 是由一个水分子 粘了另外一个水分子 又结合了另外的水分子 所有的水分子无缝连接 形成了海洋 我们的光子海 我们的明体 我们生活的宇宙 明体是由什么组合的 是一个光子 两个光子 三个光子 这样的 然后叫如帝王珠 就像一个珠子 两个珠子 这样粘合起来 粘合起来的一个什么 虚空界 虚空界 虚空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它呢 因为它一个是它小 叫点儿 不是点 是点儿 点儿是什么 头发丝 你能看得见吗 看不见 第二它有透明性 它若干点儿 这些东西都是点儿组成的 你能看见那个苹果橘子 都是有点儿组成的 你能看见 为什么 它不透明 五蕴皆空 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空 空它就透明了 叫空明 当空明的属性出来以后 它是透明的 在透明的明体中 你看到我 我 看到你了 所以我们生活在法界 法界有多大 见虚空 变法界 我们生活的整个虚空界 包括大海洋 包括地球 这个核心 大地 你以为是坚实的 大地是在光明子外层 被岩石 被水 被树木染污了之后 形成的假象 当树木被火烧了 粉碎了 那个地方又出来空了 当那个岩石被搬走了 那个地方的空又呈现出来了 所以当岩石在的时候 岩石里面到处都是那个光字点 透明的光字点 你把岩石搬走 那个光明点还在那儿 叫不动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只是有形的物在变前 色法在面前 法界不动 明明 如如不动 那虽然是被染 比方说这个水晶 我掉到水泥里面了 拿出来黑咕隆咚的染了吧 你以为染了 拿自来水上一冲的 哗啦 又亮了 里面又是明的 所谓染是什么 如果这是一张白纸 我掉水泥里 惨了 拿出来 吸烂了 然后被染了 但是我们的那个光子体 它是什么东西都没办法使它染的 只是外面被盖住了 你把那个盖头部一接 它本有的东西 想象出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之间因为有大明 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看到 我们所处的这个空间 是一个光子海 像海洋一样的 有一个点一个点 无缝连接起来的 这在密法中 大原办法中叫帝王珠 就像皇帝以前没有这种工艺 把它弄得精神透亮 那么这一颗珠子如果是天然的 那就直了 架势连城了 说入帝王珠 只有帝王才配拥有的 一颗宝珠 透明的宝珠 它是这样 那这个宝珠多大? 不大 点 量子点 无数个量子点 组合起来的 然后是透明法界 说是从大原办法中来讲 佛法中来讲 我们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是如来 也没有离开自己 也没有重新来过 那么说既然这样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有了生命? 刚才说 父经母血 在这一个点上 产生了另外的两个点 和这一个点的核 这个点就被染上了 染上了 它就安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随着你的身体走 所以是一个父的白明点 一个母的红明点 加上你自己的透明明点 这种三种明点 一个灵 一个魂 一个魄 一个魄 灵魂魄魄 灵魂魄魄魄 组成了你的生命体 父的来自于魂 母的来自于魄 你自己的来自于1.0 他们的染 他们通过他们的父母 带着他们父父母母的DNA 连接在你这个小明点上 使你开始从一个卵细胞 我们觉得这么大 你最小的时候是多小? 一个卵细胞 一定要知道 说到底你的那个真我是谁 他说哦,我这么大 我从我的身体里出来 我也这么大 那个是我 那是个假的 为什么说是假的? 当你是卵细胞的时候 你在哪里? 当年你是卵细胞 你有腿胳膊吗? 你有这个相棒吗? 你没有啊 是不是?不是 那你知道 你能够真我 就是一个点 那是你从那开始生的 那上面带着父母的DNA 生成了你今天那样 你特别像爸爸妈妈 别人像人家的爸爸妈妈 那一个点 全息携带 那么你全息携带什么东西呢? 全息携带来 两种东西 一种是善 一种是恶 这些善恶 一个是你的父母 君氏父母 他自己的积累 通过DNA 你身上有一半DNA 来自父 一半DNA 来自母 通过这个 传递到你的身体来了 那么它相见在哪里? 善恶作为一个最小的例子 我们说最小的点的时候 那么它在哪里? 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DNA是我们的细胞里面的染色体 细胞核 细胞核已经很小了一个点 细胞核里面有个染色体 染色体 然后再把它展开一个DNA链条 DNA链条 一个链条有多高呢? 170cm 也就是1米70高 那你身上像这种DNA有多少呢? 不计其数 一个展开了就是1米70高 哪里有无数个1米70高的 这样的DNA连接成了你的细胞密码 这个DNA中间 它有一个链条是向下螺旋的 必然有一个链条是向上螺旋的 那么我们去西方问科学家说 为什么这两个链条不是同向呢? 它是一个向下一个向上呢? 他们说我们只是观察 他们通过高倍的电子显微镜观察到DNA的特色 但是解释不出来 后来我们到了中国科学院 问科学家研讨这个问题 他说 哎呀,这是咱中国的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万物生烟啊 哦,我们才明白了 咱们老祖宗的天人合一的智慧是什么? 天上的光下来了 地上的光上去了 天地焦光,万物生烟 咱们在香港还不觉得 你要到中国大陆的北方 北京那一带 北魏二十几度那一带 到冬天全是什么?灰蒙蒙的 为什么?草都干枯了 到春天的时候小草绿了 为什么到春天草灰绿? 哦,原来天的光下降了到地表 地的光从地心 经过一冬的储存 到了地表 天地焦光在地表 然后变成了什么?有光了 有光的草吸收了光 重生了,绿了 这就是生命的事项 原来DNA的一个链条叫天链 来自天的下降 一个来自大地 跟它扭结,形成的地的上升 地气的上升 然后它俩一焦,中间有光了 有光了 有光的DNA 组成的细胞就是好的细胞 如果DNA中连接 有黑子阻碍了 不是透明的 有黑子阻碍了这个连接 大家知道这个电灯 有个火线有个地线 所以这个火线地线 你如果用开关把它断开 有个香皮 胶皮的东西一绝缘 它俩就不亮了 灯就不亮了 你把那个血缘体一拿 它又亮了 所以我们人体为什么会生病 人体为什么会 人为什么会发脾气 很多人规矩 医学啊 什么营养不良啊 吃的不好啊 心理压力啊 No 什么原因 所以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量子有三个种状态 一种是粒子状态 一种是波的状态 它叫波粒二相性 波粒二相性 那么在十年前 科学家终于发现了量子的第三胎 大家猜不到 量子第三胎是什么 量子会思考 量子会思考 你们会思考 你们会思考 你是个活的 你不会思考 你是个死的 所以这个西方科学家说 我思 故我在 我会思考 所以我就存在 我不会思考 我就不存在 他实际胡说八道 那个植物人会不会思考 他不会思考 他还活着 所以证明他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也告诉我们 我们只所以会思考 你实际上是你的量子的第三胎的 量子胎 也就是你的喜怒爱乐悲恐惊 是哪里来的 实际上是你的量子中间 染了不好的东西 不存了 不存了 大家知道一锅油 一锅烧的热油 你掉进去一滴水 会出现什么 砰爆了 他为什么要爆 要把那一滴水 从那个不存的油里面怎么样 给你驱逐出去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发脾气 我们为什么会喜怒爱乐悲恐惊 实际上就是你的DNA里面 镶嵌了这个 像你原本像一锅油 里面突然来了一滴水 你一定要通过发脾气怎么样 砰把它给轰出去 这是一种发泄 一种驱逐自己的体内的黑色的因子 这种液粒子的一种方法 通过喜怒爱乐悲恐惊 来释放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过分 过度的喜怒爱乐悲恐惊 这个在释放的时候 会伤到自己的性肝脾身肺 所以我们科学家十年前证明了 量子会思考 这将来有机会给你们讲 细的量子课程 今天我们是做法会 是引导你们怎么去清阴消夜 所以我们如何不通过喜怒爱乐悲恐惊 我们把镶嵌在自己体内的 这个DNA里的黑子清除出去 这就是古代圣热千方百计 想到的方法 并且它只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 它通过练你的精 练你的五脏精华 心肝脾肾肺的液 把它化成气 通过化成气 再把它化成光 当它能够放光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心肝脾肾肺 五脏细胞 五脏细胞里面都有DNA DNA中都有黑子 所以当你的五脏都能放光的时候 红色红光 青色青光 紫色紫光 白色白光 绿色绿光 这五脏都能放光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DNA中的 细胞里面的DNA中的黑子怎么样 光化出去 这一光化出去以后 你的五脏都放光明了 你的五脏都放光明了 在心经里面叫五蕴皆空 他提到观 自在菩萨 行 身 般若波罗蜜多 十兆五蕴皆空 这里要十兆 十兆就是all time 一直的兆 横兆 你不能够什么时间不兆 十兆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也就是说 你能够把你的五脏里面的都光化 都放出光来的时候 你身体才有无量光 才叫无量寿 才能够大放光明 在大放光明中 你不可能有烦恼了 不可能有烦恼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基于量子有意识会思考 会决定你的情质变化 你不是喜怒哀乐悲恐惊 而是自己坦荡荡 平静静 然后心安安 在这种状态下 人能定 定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有所得 有所得者智慧大开 你智慧大开 别人需要二十四小时做的事 你不到两小时干掉了 完成了 这就是智慧 我们修行人也好 你打坐不是为了打坐 不要搞错了 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 君子好得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为者仁义理智信也 不为者贪嗔痴疑慢也 这是五毒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们要求得一个心安 因为我不贪嗔痴疑慢 不过分的贪嗔痴疑慢 我的心就会安 我心安了我就能定 所以戒是为了定 定是为了开智慧 开智慧 我们只有开了智慧 人才能成为人上人 什么叫人上人 我们今天的人 是同样是人 层机是不动的 我们叫智慧生命 智慧生命 一个生命 一生 你也是一生 我也是一生 耶稣也是一生 孔子也是一生 释迦牟尼也是一生 老子也是一生 人家圣人的一生 和我们这些凡夫的一生 有什么不同 智慧不同 高度不同 我们如果是这一生 要成为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 成为一个大成功者 你一定要什么 打开智慧 打开智慧 离不开什么东西 离不开光和明 只有光才能把自己体内的黑子 黑气冲出体外 然后就大放光明 只有明了 大明忠实 六咬皆阳 颅脑腔里面有光 胸腔里有光 下腹腔有光 六咬皆阳 大明忠实 那你就大明了 大明就是什么 叫大彻大悟的人 就真明白了 真明白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办法会 我们如果通过自己的修炼 通过自己的持经 诵经 持咒 打坐 观想 冥想 我们要想自己 使自己的DNA 能够快速的放光 使五脏都放光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可能一生都不能做到 假如你把自己放在一个 强大的一个生命共振场中 你就很快被磁化被光化了 很简单 一个铁钉 你让它自然而然的带有磁性 可不可以 可以 要多长时间 不知道 不知道 慢慢慢慢它会有磁性的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铁钉 放在一块磁碟上面 甚至不用到它那个放在上面 而是在它周围 它马上就有磁铁了 它就马上有磁性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号召大家来参加法会 很简单 大家利用这个法会的这样的一个六合共场 就像一个大磁铁 你就是小铁钉 你带着你自己的身心灵来 和这里的主法师一起举行这个法会 同频共振 那你做完这个法会 你就变成磁铁了 你就变成磁铁 否则你自己要变成磁铁 你要慢慢练吧 慢慢练吧 那么这个空间有什么 这个空间 在中原节 在于兰盆节 这个时空相当了不得 这个空间里有大家眼睛看不到的圣者 因为你们中间可能有很多宗教信仰不同者 有信佛教有拜神的 甚至我这个很多学生也是信耶稣基督的 还有伊斯兰的 都来参加我们的法会 那么没所谓 因为他们是圣者 圣者就比我们凡夫厉害 他是伟人他是大人物 我们守着这样的伟人 我们就会被磁化 我们就会被光化 我们就伟大了 说是人呢 你们要想好 这一辈子记住 你们要看自己和什么人在交往 你们如果总是比自己低的那些人交往 那你就会越来越低 你总是和自己高度高的人 伟人大人物 了不起的人交往 你不自觉的就被人家带成伟神了 这个叫什么 近诸者彻 近墨者黑 所以大家这个就是一个场性共鸣 场性同化 实际原理我们从科学上都可以得到解释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设置了坛城 我们会以佛教的仪轨来做 那么我们提醒 在佛教体系中 从无世界到今天 已经成就的大修炼者们 和我们同处在一个时间和空间 那么来完成今天的法会 这些人都是真正的伟人 那伟大了 比我们伟大多了 人家几千年的名都在扬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这个阿弥陀佛 大师至菩萨 那么四必观音 那么还有我们的传承 历代上师 从普贤王如雷 到这个金刚萨多 报身佛 到这个下面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化身佛 到我们的这个莲花生大师 到我们大安满意上师 那么这个传承体系 都是力量巨大的 他们都是大成就者 历代的大成就者 包括我们的师爷辈的阿丘法王 谢尔洛大看布 那么还有更多更多的恩师们 仙师们 那么他们会通过特殊的连接方式 来到我们这个不大的 这一个坛城中 他们到了我们就大了 变成无量法界了 那么这个有这些圣人 另外还有我们的历代祖先 有的人说老师我没有给祖先写牌位 我也没有做历代祖先的超度 我也没有做历代祖先的祈福 不要紧 老师都给你们写了 你们看前面的牌 你们是香港人吗 你们看这个牌是什么 香港人民的历代祖先 你是香港人 就把你的祖先都请来了 给你们祖先一个掌声 他们来听法 来皈依 来和你们一体同平共振 我们有世界各国的 人民的历代祖先 有中华民族的历代祖先 有全人类的历代祖先 也就是说你是个人 我今天把你的祖先都请来了 甚至我们这还有孤魂野鬼的祭祀牌 还有这个众生界 众生界就是包括植物界 岩石界 那么包括动物界 包括这些都在 那么我们香港为什么现在闹得这么欢 你们只住4%的世界了 实际上我们的空间是一个整体空间 整体空间你们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里面 96%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仪器是测不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有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在大唯物主义理论下 它是由四大类物质组成的一个共生世界 这四大类物质是物质界 反物质界 暗物质界 反暗物质界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科学只能侦测的 仅仅占4% 也就是只能通过仪器 通过高壁的电子显微镜 电子放大镜 去看这个 时空 看空间 看我们体内 还有这个细菌世界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显现出来的 肉眼看不见 但是可以显现 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只占我们生存宇宙的4% 还有96%的世界 我们的仪器 我们的眼睛 根本看不到 它是什么 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 这个比例数占到96% 所以我们要醒一醒 拍拍脑袋 我是古人 我还是现代人 我是现代人 我就要重视 96%的世界 我能不能使用这里面的力量 现在很多人想控制96%的世界 因为4%的世界 他们已经把石油控制了 把这个天然气控制了 把生产资料控制了 那他们还想有钱 他们想再控制那个96% 这才控制了4%的世界的东西 他如果能够控制90% 他不就成为天下王了吗 可惜的一点 这个世界是不允许这些有贪心的人进去的 只有心地纯真的人 打开一扇门 所以这扇门很简单 将来在方法中要教给你们 也就是在前额这个地方 这有个缝 这个缝这面 实际影态里写了一个门字 写了一个门字 谁能够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门的方法也很简单 如果你们知道 你们在屋子里面 你把古代那个门是 后面有个箱子 不是箱上了吧 如果人家要敲你的门 你是在外面开门 还是在里面开门 连这都不知道 怪不得你家里老招贼了 你忘了拴门了 拴了 外面人他打不开的 你非得在里面才能打开的 所以你非得要走进自己的身体里面去 再从里面再打开这扇门 这就是秘诀、巧诀 所以我们止观法就是在教这个 外人总是想到外面去开门 你开错了 你如果懂得进到体内 反观内视 打开这扇门 96%的世界向你敞开了 这叫生命的所持 生命的所持 逢是打开这扇门的人 就可以跟诸佛菩萨沟通了 就可以跟鬼神沟通了 就可以和六道空间 天、人、阿修罗、地狱、畜生、恶鬼道 你才知道 诸佛菩萨、圣者们没有欺骗我们 所以是 96%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呢? 释迦牟尼佛 他是个人 他打开自己的门以后 他看到了 用自己的心大圆镜制 引现出来了 他发现 原来我们生活的空间里面有天 天 不是你说的老天爷 那么一个天 他有什么? 他有二十八重天 玉界有六重天 色界十八重天 无色界有四重天 那总共加起来二十八重天 超越了天界 进到法界 那么还有四圣者天 就是四种性天 就是圣居土 这个长济光土 四圣众居的圣居土 到究竟法界 佛国世界 长济光土 他都看到了 事情你也能看到 只要你真进去了 你就能看到了 所以我刚才说 我们只是在香港看到了一些人 但是很奇怪 都是晚上闹事 白天不闹事 晚上什么东西多 我不说你们知道 好兄弟多 南洋叫好兄弟多 好兄弟多 就是鬼脾气 鬼闹事 那除了鬼 还有什么人闹事呢 这个阿修罗界 阿修罗界 他不要世界安宁 阿修罗界 他是个什么世界呢 阿修罗界是很有福 但是脾气很坏的 脾气很坏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都是高级白领参与 那你能说他因为缺钱他闹 不是 他脾气很坏 脾气很坏 阿修罗得以控制他的思维 然后去大发脾气 破坏公务 我们文明人不是这样干事的 文明人我不爽 我跟你嘴上干家 他不动手 文明人动口 君子动口不动手 对不对 那是文明人的 所以是阿修罗在借着人在搞坏事 阿修罗界他们在中东制造了很多的战争 使人类流血牺牲 我们不希望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家门口出现这样的 出现这种流血事件 这种打砸墙的 这种暴力的 不是文明 不是君子所为之事 但是阿修罗界 人怎么跟他大交道 没有办法大交道 他瞧不起你人 他控制你人的思维 他的力量强大 他拿个指头一弹 你原本脾气很好 你也开始暴掉乳类了 他就像你遥控器 手里拿着个汽车 你让他跑他就跑 你让他停他就停 他那个力量太强大 他可以控制你的意识 你根本的 有些人被警察一逮着 他想 哎呀我刚才干啥事了 世界他是被人控制了 被眼睛看不透了世界的一种力量控制了 等他醒过来晚了 手铐戴上了 所以我们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要阿修罗界安静下来 你不要再闹腾了 你不要来折腾我们的人 不要折腾天界 不要去整个的扰乱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就要我们今天 为什么很多人问我 张老师香港你知道在干什么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你还敢去 我说不要紧 我有罗在呢 你们的老师在这 然后他有一群这个义工菩萨在这 我说是 首先挨打是他们挨打 他一定护着我 世界没严重到那个程度 我们来了以后很文明 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在外面看的确可怕 但是我说我受诸佛菩萨之委托 我受自己的良心驱使 我要去这个地方 明知山有火偏向虎山行 为了中华民族 为了这个世界的安宁 为了我们香港继续繁荣 不变成臭港 真正香的香喷喷的港 所以说我们要来 要来干什么 安顿阿修罗界 安顿鬼神节 就是中原法会 这个七月半 把这个鬼门安顿好 这些鬼安顿好 把这个恶鬼到 畜生到 地狱到终生安顿好 把阿修罗到终生安顿好 把天人安抚好 那么这个96的世界平安了 百分之四的世界一定很快就平安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历来做大法会 我们的经验之道 那么这里面为什么呢 不是张补生有什么能耐 也不是你们在座诸菩萨有什么能耐 是因为我们会请到诸佛菩萨来到咱们这个坛城中 来超度这些亡灵 来和六道众生同处一个空间 那么特别我们要启用孔雀明王咒 刚才云灵教你们念的 这个咒有个什么好处呢 这个咒是在佛经中 在我们唐朝 不空大师 为国泰明安所使用的一个孔雀明王谈法中的一个咒语 我们今年还计划 你们这次如果觉得殊胜 我们今年年底春节前 我们再来香港做一次大的 本来我们是订了一个八百人的会场 在尖沙者会场 因为这个形式的原因说我们把它取消 但是今年年底大家如果这次觉得殊胜 我们年底再做 专做一次孔雀明王大法会 目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孔雀明王经上记载 当孔雀明王咒唱颂起来 在心底生起来的时候 法界一切众生 包括四生众 包括六道众生 不得相互扰乱 就是相互之间不允许再打架 不允许再吵嘴了 如果谁再继续扰乱 这些吵嘴都是有原因 叫因果 你欠人人跟你讨债合理啊 但是这个吵着吵着又形成新的因果了 又制造新的这个恶业了 所以佛释迦牟尼说了一个孔雀明王经 告诉大众 这个经是从七佛 不是他开始说的 是从前面的七佛到他是第七佛 后来还有一个第八佛 就是弥勒佛 他现在是菩萨 所以我们叫七佛八菩萨 前面有七个佛 释迦牟尼第七佛 后面是迷勒尊佛降生 这八佛都要说孔雀明王经 说孔雀明王经 持念经的人 持念心咒的人 所有的众生不得扰害他 也就是你的冤金债主 他想要你的命 他想让你翻车 他想让你生意不顺 让你心情不好 你只要一念咒 他就不得再向你讨债了 为什么 这是一种契约 就是签约了 我们彼此之间 这个在七佛开始 跟众生的元祖 已经彼此六道 一起签下的契约 如果谁再扰害怎么样 头做七分裂 就是你这个头 就像个西瓜一样 摔在地上 咔!裂七瓣 疼不疼啊 头做七分裂 再不行 命就没了 并且逢是人家持孔雀冥王心咒 你去扰害的 然后族群不允许你归群 因为他会灭族 就是你这个家伙 你不信守我们祖先签的契约 是契约毁坏者 会连对我们整个族人受到惩罚的 所以他不让你再归来这个族群 那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契力契约作用下 所以是孔雀冥王精的传播 有利于我们这个世界和平 六道众生彼此安逸 然后大家共同修炼 一起成佛 刚才说你是一点灵光 所有的众生的父母 都是因为他一点灵光染了不同的父母 我们人染了人的父母 狗染了狗的父母 他变成狗了 对吧 他也是一点灵光 青草染了这个青草的种子 一点灵光也变成了青草了 所以众生皆有如来佛性 皆看作佛 是告诉每一个众生都是从那一个点开始的 他都是佛种 如果我们去掉前面的说的五盖 去掉了父母给我们带来的业障 然后我们就大鸣了 大鸣的墙也没了 房子也没了 我们就跟虚空就在一起了 那我们再远我们都可以看得见了 我们都可以纠缠纠缠了 现在叫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有关联的一个量子 还有另外一个量子 两个搁得很远 一个在地球 一个在很远的太虚空 这个动那个就动 那个动这个也动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为什么? 同在一个光子海里面 光子是不占空间 光子跟光子之间没有时间 是同步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甚深的道理 我们在今后 你们的老师说 再给你们组织一些课程 我来给大家讲 讲一讲 明白这个科学道理以后 你会重视自己怎么去修炼 怎么去重新思考人生 那么今天可以告诉大家 那么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鬼 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明 我不讲 我讲科学给你听 科学告诉量子 量子有意识 量子有意识 它会思考 它怎么做的呢? 它叫双缝实验 双缝实验就是 它用这个光子枪 往墙面上打光子 打光子的时候 它弄了一块板 中间两条缝 然后它在后面 想看这个光子枪 打的光子穿过两个缝之后 是不是到墙上 还是两个光子带 两条光子带 结果它打的时候 它发现光子到了 穿过这个缝以后 不是安安的在那个墙上 像喷油漆一样 两条彩带 而是什么? 它无序的拟满整个虚空 就在后面的虚空里面 它说 整个虚空都有这个光子 不是老老实实的在墙上 后来科学家说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它就架了摄影机 拍这个 做实验的时候拍 结果一拍 好了 它只要一架摄影机 那面就老老实实的 两条光子带在墙上 不再无序排列了 它这个时候奇怪 那时候我拿掉 拿掉又是无序排列了 最后再按上 又是两条 它最后证明 量子会思考 它知道你在见识它 它知道你要什么 当你要的时候 这个叫量子坍塌 量子坍塌是什么概念 就是本来是没有死没有活的 如果你想要它死 你打开那个盒子 它就是个死的 你想让它活 打开那个盒子 就是活的 所以大家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这叫心造万法 心变万法 但是这个心不是你的思考力 是你的光子的核心力 你要使用这个光子的核心力 不是用你的思考 叫心力 心力 当然这些我们将来都有机会 跟大家交流和教授 这些科学的技术方法 那么这个告诉什么 量子会思考 好 我们死后 你有骨灰在 死后你有尸骨在 以前是把身体埋下去 现在没福了 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你连个安葬身体的地方 无有寸土吧 死无埋身之地 那这个以前是最大恶极 错骨扬灰 现在就是每个人都要被烧 然后放在骨灰盒 那也没办法 国家政策你吃好佛罗 但是骨灰也要保管好 为什么 骨灰上面有没有物质 有物质吧 尸骨上面有物质吧 有物质它就有最小的颗粒 最小的颗粒它就有波动 最小的颗粒它就有四维 好了 祖先埋在土里 他有骨 骨要一万年 好骨 就是埋身之地 如果是有好风水的话 一万年骨都不烂 骨都不会枯 埋在沙姆里很快干枯了 埋在好的风水地 那个万年长青 骨都有灵光在上面 所以它有骨在那儿 它就有物质 有物质它就思考 得了 那就它会想事 想事这个就叫什么 这叫鬼魂 它跟你的人体不一样 所以它好你就好 它不好 它就恨你 你就不好 所以以前古人说 孝为最大 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之道 大道之手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今天终于明白了 原来如果我们把列祖列宗安顿好了 他们会惦记着我们好 并且根据全息科学我们研究的结果 如果在原祖那个地方 增一个善的力量 它经过第九祖 第八祖 第七祖 如果是善 它是大半的 就是到二的次方 什么意思 就是第九祖到第八祖 已经二的次方 是四倍了 然后到第六祖 是二的三次方了 所以到你这儿 就变成二的九次方了 你自己数是多少倍 所以变成一个小山点 就在这儿变成一座大山的山 一个小黑点 在这儿就变成一个什么 大山的黑 大山的鹅 所以为什么古人让你把功德回向给九族 去超渡你的九族 把九族的那些欠的债还掉 就是我们叫超渡他的冤亲债主呢 你把他的那些冤亲债主超渡走了 到你这儿就是二的九次方的冤亲债主 都不见了 厉害啊 我们为什么要用红牌呢 如果你在九族那个地方 增了一点善 起伏消灾 增一点善 我今天做的法会 我参与 哪怕今天没立什么黄牌红牌 你来参与 这就是一个功德 何况你没有帮着做了义工 这也是功德 你把这个功德不要自私 你回向给自己的九族 那这个他就变成到这儿 就变成一个大山的山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金山银山 实际上不如一个善的山 金山银山总有吃光的时候 如果祖先挤了阴德 阴极子孙后代 是子子孙孙富贵啊 这叫阴极子孙 原来我们古人留下的都是高科技 都是量子的 科学的应用 所以我们越研究下去 我们越发现科学家太弱智了 原来在元祖的时候 我们的皇帝 我们的夫妻室 早都会应用这些量子科学 来造福后代子孙了 只不过我们这些败家子们不用了 西方的好 你放着五千年的文明不用了 去用五百年的 你放着五百年的不用 你去用五十年的 没有智慧 你觉得人家陷阱 实际上 这就好像一个八十岁的人的智慧 和一个八岁的孩子相比 你用谁的智慧啊 我们要知道 重新认知 我们这个超度九族 除了我们的九族 我们还有过去生的父母 这一生的父母给你带来了DNA 储存在你的肉体上 前面生生世的父母带的DNA 都储存你的第八阿赖耶石库里面 也携带在今生的肉体的垃圾DNA 科学家命名为垃圾DNA 我们叫猿 就是妻子父母的DNA 也都被你的八十 因为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都带到你今生的肉身中来展现 所以虽然是同一个父母 兄弟姐妹 脾气不一样 健康不一样 什么原因 因为你还带着过去自己 七世父母的东西来了 过去七世不是一个父母 今生你们俩是一个父母 这就把很多的不理解的东西都就理解了 所以我们通过中原法会 余兰盆会 那么还有大圆满法会 我们来做什么呢 做九祖超度 过去七世父母的超度 超度他们的什么 超度他们的冤金债主 都没有跟他们讨债了 他就好了 你只超度他不行 他们拔着他不让他走 不让他去成佛 不让他去解脱 你把他那些拔着他的人 不让他走的人都送走了 他自然就飞升了 谁不想成佛 他不是自然走了 所以我们超度是超 过去七世父母的冤金债主 超我们父系九族 母系九族的冤金债主 把这些冤金债主都超了 我们这些亲人都解脱了 他们的好日子过上了 我们这就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了 有些人不是说不懂得努力 拼拿拼拿拼拿 但是你不懂得窍诀 真正懂窍诀的人 我在新加坡教学六年 现在有一千五百多个学生 他们个个都变化了 身体变化了 父母的健康变化了 自己的事业变化了 财富在不停地增长 这是懂得用这些窍诀 但是我们今天香港太忙 我来几次讲课 都没人来听课 都只能看看DVD 为什么?太忙 应该闲下来了 闲下来为生命做点事 不是不赚钱 用巧劲赚钱 不要像一头老黄牛那样的去赚钱 老黄牛觉得 他只要拼命地干 拼命地干 他就会拥有一切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才发现 主人嫌他给的不够 还把他剥了皮了 把皮卖了 肉也卖了 骨头也卖了 现在骨头也可以粉成粉做饲料 什么都不省了 所以你们不要为儿女忙 你们不要为你们现在的家庭忙 等你们死的时候 儿女照样会把你们当老黄牛一样的 宰了 切不了 粉了 这不是人应该做的 人要为自己想一想 儿女自有儿孙福 你给他最好的教育 就够了 生了 我们到了中年 开始寻求生命的真实下 圣者们告诉我们 有生死累回 但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咱还都活着 如果我死了 我回来告诉你们一下有没有 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 但是我们会思考 因为我们有头脑 那么生死这个事呢 有两种可能 死了什么都没有 一种是死了真有 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 我因为我 为死在安排着 不堕恶道 追求着一个生命的轮回的解脱 那么我这一生 我会有所为有所不为 就是违背良心的事 我不能干 那你违背良心的事不干 你有充足的定力 开了大智慧 你这一生成功就了不得 何况你为人好 朋友多 粉丝多 然后那你的事业也了不得 一个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 违背良心 什么事都敢做的人 他的粉丝会很少 朋友会很少 变成孤家寡人 然后他没幸福可言 所以即便死了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为了死后 不堕三恶道 为了死后 我能够进行灵魂的解脱 我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 很多事我不做 那我这一生活着已经赚了 死了没有 别人也没有 但是我赚了我不后悔 假如死还有什么东西 人家死之前都为这个安排了 你呢只活着 你把钱放在这个世界了 然后什么都没为来事做准备 那你死了以后多亏啊 就好像你明年的事你没安排 明天的事你没安排 你那个事突然来了 你慌了手脚了 真正的理性思维 智慧人 也会思考的人 也要重视 我们全当死后有生死轮回 做好死后的安排 这样做了安排的人 死了真有赚大了 死了没有 一分钱也没赔 不是吗 你活着也很成功 活着也很受人敬仰 那你赔什么了 假如你活着不安排的人 真有生死轮回 你会慌张 你会变成穷光蛋 因为你把这个能量库里的银行的钱 都提到了金生去败借了 变成房子带不走 变成你的虚名带不走 变成银行存者带不走 因为张补生死了 他不再叫张补生了 我下世投胎 我父母可能姓李了 那我张补生干我什么事啊 所以你没为李补生安排 那就惨了 所以圣者告诉我们 我们是属灵的 你不是属于这个肉体的 你不是属于这个名字的 名可名,非恒名也 你是属于那一点灵的 你的身体所做的善恶 都会被那一点灵所携带着走 所以我们是属灵的 记住,你不是这个躯壳是你 因为在父母刚怀孕的时候 母亲刚怀孕的时候 你就是那么一个点 你没有这个躯壳 怎么可能你就是你这个样子呢 所以你不是这个样子 你是属灵的 我们是属灵的 我们既属灵 我们把一切归灵 我的荣耀我捐出去了 为荣耀我的灵 我的钱财我捐出去了 我帮助老人 帮助这个国家交税 做公共事业 帮助那些弱势群体 我捐出去了 这个回亏的铭记 记在你的灵的名下 不记在你的肉体的名下 然后你所做的一切的功德 都不再属于这个肉身 它记在你的灵的名下 那这些就变成你来世大富大贵 变成你来世能够托三恶道 能够真正成就的资量和资本 这叫资量道的修行 所以大家一定要真正的认识到 我们就是那一点灵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一生真的要做什么了 那你真知道你是这一点灵的时候 你从那一点灵出发 你就永远光明着 你的智慧大开 你的效率会高 你的社会地位 你的财富 你的生活环境 通通都会改变 因为你是最尊贵的灵 你不是这个像凡夫一样的行尸走肉 你不会不荣耀 所以真正灵觉醒的人 没一个不荣耀的 因为他本自荣耀 本自放光 本自富贵 他是如来藏 他是法界的一切的一切 哪里你要什么会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往往学佛的人 有的人学傻了 越穷越光荣 我这个学佛了 我这个不在乎金钱了 不在乎社会地位了 你们忽略了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 他是个大富的人 他是皇子 你忽略了 他拥有一个国家 拥有整个皇宫 最后他不要了 舍了 他是没有钱 他是有钱舍了 你们是没钱 假装舍了 这个问题很大 你现在要有钱 你再舍了 你要拥有 你要舍了 你没有告诉你 辅慧不足 辅慧的资量不够 辅报资量不够 所以是弥勒菩萨 来到人间 要见人间净土 人间净土要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美丽的香港的硬件 高楼大厦 平潭的马路 宽敞的公园 美丽的国土 这是我们人间净土 在硬件上必须具备的 不能去那个破破烂烂的地方 苍蝇满天飞 蚊子到处飞的地方 那个不是人间净土 第二个条件是 人间净土 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变成了净土 干干净净的 永远放着光明 一尘不染 这就是变净土了 所以我们这些大菩萨 在这一个时代 要学弥勒法 为见人间净土做贡献 不能穷 我们必须富有 我们住的房子 必须是整洁、宽敞、明亮的 不能像你们这都是鸽子龙一样的 就小小的 我去给你们这香港朋友调风水 我这个肥头头的 我这样侧着身子往里走 这样这个虎童 进不去 他这边上放了一个柜子 我这进不去 我们那儿宽宽敞敞的 你放个柜子 我直通过去 要宽敞 这是福报 可以实现的 只要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属灵的 是灵透着智慧去做事 我们的人间净土就一定会实现 所以我们要借中原会 云南盆会 跟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香港要继续的繁荣 要稳定 要人心静 不要人心浮躁 那么鬼神界也不得扰害这一片净土世界 要让香港继续繁荣 那么六道众生共处和谐 那么这是我们要传达的发现信息给大家 那么中原节是什么节呢 我们在传统的节日上 有三元节 上元元宵节 中元七月十五中元节 下元节是十月十五下元节 它分别是代表着元宵节天官慈福 也就是在天界有一个大总管叫天官 他要赐福给众生 中元节 地官赦罪 就是一切有罪 你打砸抢也好 你干什么了也好 你发牢骚了也好 你一切所做的身口意的罪恶 那么在七月十五的中原会 都会得到赦免 不会被惩罚 我们不单是今生所做的恶 会得到赦免 然后我们往事 还有我们的九族 还有我们过去七世父母 所做的所有的罪恶 都会得到赦免 他们不用去监牢里 不用去地狱里去偿还这个罪业 所以说我们也不希望 我们的爱国者得到任何的惩罚 我们希望借中原法会赦免他们的罪 然后让他们回归平和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世界 光彩做出更好的贡献 那么还有下缘解恶 下缘是水关 水关它解恶 一般的是我们在十月十五也有法会 那么是做什么 就是解恶 恶是什么 恶难 那么你会遇到水灾 遇到台风灾 遇到各种车灾 我们叫八难横死的灾难 都会得到解救 然后不受灾难的贡业的惩罚 这是下缘解 那么在古代有皇帝的时代 特别重视三原节 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明时代 实际上是不文明 是假文明 为什么 我们只重视了百分之四的文明 忽略了百分之九十六的文明 你能说这样的文明是真文明吧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重新启用百分之九十六的文明 跟世界里的文明和这百分之四的文明合在一起 这才是真文明的时代 所以说我们希望回归传统祖根文化的教育 让大家知道这些实相 而破除自己脑子里的支箭 这些支箭都是你被教育的 不是你自己的 我们通过一些实验 通过一些实验工程 你自己来证明这些东西的尊贵 还有我们今天是于兰盆结 于兰盆结它是一个什么结的 释迦牟尼它是个人 他在世的时候带了很多徒弟 其中一个徒弟叫木剑莲 他是神通第一 神通第一就是他可以跟六道众生沟通 他得到了之后呢 他得着神通之后 他就想观察他的生母去世了以后在哪里 结果他一看母亲跺到恶鬼道里去了 恶的这个皮肤就是都是干憋的 然后骨瘦如采 他可怜他然后就去脱脱 脱脱以后用神通力 带着这个一勃饭去给母亲吃 结果母亲很感恩吃 结果拿到嘴上化成火炭吞不下去 他又用甘露给母亲喝 母亲一喝就是血水 又延不下去 恶鬼道终生就是这样可怜 他就大哭 以我神通第一佛大弟子神通第一 我都不能救赎自己的母亲 他就回去找他的老师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说 罪众生业障深重 以你一己之力 是不能够救赎自己的母亲 说你要在7月15 大家知道有个节下安居 在7月15是 节下安居的最后一天 叫僧自私日 这僧自私日的这一天呢 你要用这个号召这些圣众来摘僧共佛 那么利用这个功德呢 天下所有的圣者的力量联合起来 可以打开地狱之门 恶鬼道之门 可以使恶鬼道众生得饱足 有缘者可以得到这个一节的恶鬼道的罪念脱离出来 就出离恶鬼道只是一节 就是你这个该在恶鬼道一生的 你拖这个节 然后牟尼联听了佛陀的话以后 他就召集他的师兄弟召集这些大局势 在7月15日 这个阴历的做这个节 然后最后他的母亲因为这个功德 最后出了这个恶鬼道去踏道往生了 所以这是个孝道 这叫牟连旧母 在我们传统中华文化里面叫牟连旧母 那么在佛教中也是一个孝道的故事 那么他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是个实语者 真语者 不妄语者 他没有为了赚这个著作权 赚这个稿费 然后写书的 他活着的时候没写书 都是死后他的弟子给他集结的 也没有什么版权所有 所以大家知道他不骗我们 他说的这些都是当时他的弟子 跟他的真实的经历和对话 那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救恶鬼道众生呢 实际上我们的生死轮回不是这一次的 你是五始节的生死轮回中 很多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 也就是说现在恶鬼道里 还活在恶鬼道里的很多众生 实际上都是你过去的父亲或者母亲 或者是你疼爱的孩子 这叫如母众生 所以我们要在中元节这个同期做于兰盆节 那么通过放蒙山 通过佛谦大共 来完成救赎恶鬼道众生 使他们脱离 救赎地狱道众生 使他们脱离这个痛苦去往生三善道 那么如果善言者一致能够达成往生诸佛净土 三善道的众生我们劝他们去 这个往生各诸佛净土 不在这个六道中再生死轮回 你做一介天人 天人死也有死可能是几亿年的寿命 但是他也有死的时候 当死的时候恐惧心生起 也是很痛苦 那么他也要有可能因为因果业力再度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所以三善道也不是应该呆的地方 最应该去的就是一阵法界 我们成佛就究竟了当 如果今生不能成佛 我们至少要去弥勒净土 这个药师佛净土 阿弥陀佛净土 去到那里去继续修炼 不再度六道轮回 不再有生死之苦 所以这个就是余兰盆结的来历 那么我们做法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同频共振 你要升起真谢 升起真谢 有没有 你全当有嘛 做个实验嘛 对吧 跟着老师来做齐请 跟着老师来唱诵 这个叫同频共振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教大家 所以我们只能快速地做 快速做的过程中 你遇到了这个跟不上的时候怎么办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不会唱歌也会柳 懂不懂这句话 你们香港人应该能听到 就是跟着瞎哼哼 那个调要跟上 懂不懂 那么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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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音跟上心同频 不要说完了! 慘了! 真不会念 这一惨了 IM Dios 从波道里掉出去了 зат clip 你这装着会 你的心就在同一個波道上,不起心不動念 當你會的時候,你再跟著念,就跟著走下來了 所以時間的關係沒有時間教大家怎麼去做 我們只能按著這個儀軌坐下去 我們共同的力量,實際上不要看只是這麼一個小小的法堂 那麼通過我們這個六合法界,我們可以一下子生長到整個的香港 甚至整個的大陸,整個的地球,整個的太陽系,銀河系 乃至整個141年的宇宙,都會因為我們這一個點的洞而撬洞而放光 那麼同時,諸佛菩薩六道眾生也都會來共赴聖會 然後希望我們把這個功德回想給我們的過去的七世的父母 我們今生父母的九族,歷代祖先 那麼藉著這個中原法會,藉著這個榆蘭盆結 都得解脫,能夠往生諸佛淨土 整個儀軌呢,我會帶著大家詳細的去操作 下面給大家五六分鐘的時間,稍微休息喝點水 然後我們就開始正式的移軌 好,謝謝大家,休息一下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 pumping 感谢观看